函数这里的部分 首先就是说 这乱的函数呢 你会想45度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到小数点第0位好了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题目里面呢 要将这个数字呢 到小数点第0位 要45度 以往呢 各位在做操作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想 想来45度的话呢 就会在那个上方工具列上面 有一个叫做减少小数点 那如果你把它减少小数点的话呢 1 2 3 那你想说 25对不对 这边看到 画面上看到是25 25对不对 可是呢 你假设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按上面这个减少数点 虽然你看到25 但实际上呢 它存在以十佑里面呢 还是存24.658 特别注意哦 它不是真正的40 它只是画面上看到的是45 但实际上 纯的资料没有40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说 如果你拿画面上看到的数字 去做运算的话 结果呢 结果哦 会有错误 有时候你以为它是25 但实际上它不是 它是24 还是24.658 会有错误 那要真正的哦 要把它40.658 一定要run的函数 那怎么做呢 首先那我把这地方 在小处点再增加回去 它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呢 它是暂时哦 在画面上看到的 那如果真正要40.658 请你用run的 所以结果这里插入函数 函数里面的话呢 请你找到全部里面的话 run 好 打一个RO 快速打RO 往下找 ROUND 在这边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群组 一个run的 run down 就是无条件捨去 run up 无条件进位 所以这里 这两个 这三个函数是一组的 那所以run的部分的话呢 按确定 确定之后 一个罗布一个坑嘛 你的这个数字 number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要40.658到第几位 那第几位的话呢 这边它会有一个 这个要你填入的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到小数点第0位 就是到整数的意思 所以这边请你输入0 好 好 那它底下当然也有个说明 就是说 要值45度的话呢 当负值的话呢 表示 如果你正值的话 1就是到第1位 2的话到第2位 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你是负的话呢 那变成往前推 负1的话呢 就是个位数字 负2的话呢 就是十位数 以此类推就对了 那正负方向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算出来 那当然呢 它45度之后呢 原来的格式里面 到小数点 显示可以到小数点的 第三位 所以你要把小数点的第三位 去掉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减 减掉小数点 或者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里面呢 也可以在数值 切换到数值里面 把你的小数点去掉 按确定 这样显示出来 才会是正确的 才会正确 那底下的部分呢 其实类似啦 我就把它往下填满 往下填满之后的话呢 再来更改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 要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点一下第二个 因为我们往下填满 它会复制公式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要到第一位呢 请你把0改成1 这样就好了 按一个打勾 打勾之后呢 它就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可是没有显示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格式部分呢 格式部分呢 没有显示到第一位 所以我们要增加小数点的话 直接从上方 增加小数点就好了 如果你增加两个小数点 它因为舍去掉 所以是0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第二位 所以请你把这个地方 0改成2就可以 按一个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增加小数点 增加两位 一个 两个 所以它自动会到这一位 那当然你再增加一位 后面一定是0 因为后面的小数点呢 都已经真的被45路掉了 再来的话 负1 那负1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一样把这地方 0改成负1就可以了 负1 最后按打勾 那你想说负1 如果这地方 负1就是各位数字嘛 那各位是不是舍去掉的话 应该是多少呢 20 其实20嘛 所以20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 负2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负2 那负2结果应该是多少呢 因为它这边 有没有 所以打勾2 那就舍掉嘛 舍弃掉就0了 所以最后就0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负的 负的要45路的话呢 到小数点第一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它一个 负 这边 小数点第一位嘛 所以1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因为小数点第一位嘛 24点多少 这边我们再增加小数点 这边我们再增加小数点 2 到第一位嘛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嘛 那5的话进位 所以24点7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run up 跟run down 它的原理上差不多 所以这部分我想你们试试看 主要run up 就是说呢 它无条件 不管说你有小数点的话 自动就进位 那run down的话呢 不管你小数点是多少 无条件舍弃 所以方法的话类似 所以这边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